欢迎来到美厅 最扎心的20条社会潜规则 常常听到一句话 你可以不圆滑 但要懂事故 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现实与残酷 要想更好的在这个社会立足 就需要你深思熟虑地走好每一步 不要等到尝尽了人情冷暖 才后悔没有早点明白人情事故 以下20条最扎心的社会潜规则 分享给你 虽不能保证你事事顺遂 但至少可以让你少走许多弯路 一 别把自己的真实能力完全暴露 学会隐藏自己的实力 不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当别人攻击你时 自然也会有所顾忌 而且你还能在关键时刻 来一个漂亮的反击 别人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同时 也会更加惊叹你的实力 二 讲话永远不要把话说死 凡事没有绝对 所以话也不要说得太死 否则一旦事情出现反转 难堪的只会是你 如果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那就更加得不偿失 正所谓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给别人留有余地 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下后路 三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撕破脸 撕破脸 一般只有一种结果 那就是两败俱伤 有些人认清了 也就看清了 做到心中有数 没必要纠缠不清 哪怕内心已经崩溃 表面也要波澜不惊 不动声色的回应 才是最有力的反击 四 喜怒哀乐别全挂在脸上 年少时 总是把喜怒哀乐 渲染得满城皆知 后来才明白 成年人的世界 早就把情绪溅了 真正成熟的人 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如果总是把自己的心情 挂在脸上 那就等于告诉所有人 自己有多幼稚 而幼稚的人 是没办法深交的 五 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尊重可以折射出 一个人的教养 它无关地位 无关贫贱 无关强弱 是心与心之间的平等 你不尊重别人 就等于把别人 放在了一个 比你低的位置 在天平的两端 别人低了 你就清了 六 不要天真的相信 别人的成功 是因为运气 我就是运气好 大概是天底下 最大的谎言 别人这么说 只是谦虚而已 要知道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 所谓的幸运 所有幸运的背后 都是默默地付出和努力 与其羡慕别人的运气 不如认清自己的实力 七 别拿自己的业余 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自媒体时代 似乎只要你有兴趣 就可以挑战任何职业 殊不知 在专业面前 你根本不堪一击 别人谋生的本领 是日积月累的磨练 是十年寒窗的苦工 永远不要小瞧专业的力量 因为专业 才是决定你价值的关键 八 不把自己当外人 是一场灾难 人与人之间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无间 即使是最亲近的人 也是如此 越了界限 失了分寸 也就丢了情意 每个人心里 都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是对自己 也是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 九 下次请你吃饭 是最大的敷衍 一个人若真心想请你吃饭 不会等下次 就算真的没空 也会约定好时间 所有的下次 不是指日可待 而是遥遥无期 希望你明白 模棱两可的邀请 只是对方的客套罢了 别当真 当真你就输了 十 别人自嘲时 你千万不要附和 很多自嘲的人 表面上是嘲笑自己的不足 但其实 可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和窘迫 你的附和 对他来说 可能是更深的伤害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缺点 变成别人口中的笑料 事实给予积极的鼓励 才是对别人最大的安慰 十一 对错 或许只是角度不同 对错 只是存在于某一种固定的规则之内 于你 可能是对的 但于他人 可能是错的 因为 不同的角度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任何一件事 都不要轻易下结论 要懂得跳出固有的规则 从多维度进行分析 十二 好人有好报 但烂好人没有 这世上 不是所有的好心 都能换来同等的回报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烂好人 只有被欺负的份 对于一些不值得的人 要懂得收起自己的好心 你可以善良 但一定要加上锋芒 十三 保住领导的面子 才能保住你的位子 俗话说 人活脸 树活皮 人人都要脸面 领导更是如此 即使领导不小心错怪了你 你也不能在众人面前 搏了他的脸面 跟领导过不去 就是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 领导丢的是面子 而你丢的可能是前途 十四 不喜欢的工作 要么辞职 要么闭嘴 对于不喜欢的工作 抱怨 只会令人心生厌恶 要明白 公司招你来 是干活的 不是挑三拣四的 没勇气辞职 那就管好自己的嘴 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要想拥有更多的选择 那就先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 十五 解决不了眼前的苟且 就永远谈不上诗和远方 生在俗世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 那些高雅的追求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向往诗和远方 很多时候只是我们逃避现实的借口罢了 懂得从苟且的生活中找出美好 才是真正的适合远方 十六 想走就走的魄力 是钱给的底气 虽说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因为生活的底气 几乎都是钱给的 有了钱 你才能更好地抵御 人生路上的风险 有了钱 你才能潇洒地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要觉得谈钱很庸俗 没有钱 你根本寸步难行 十七 你有用识朋友多 你无用识路人多 这句话说起来有点残酷 但却是成人社交的真相 社会的本质 是利益的交换 一个人愿不愿意和你交朋友 不在于你这个人怎么样 而在于你有没有利用价值 毕竟你不优秀 认识谁都没用 十八 不管你的朋友多成功 都和你无关 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 喜欢炫耀自己的朋友多厉害 背景多强大 殊不知 只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 才会拿朋友的成功 来凸显自己的优越感 朋友厉害 那也是朋友自己的事 只有你厉害 才真正值得骄傲 十九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千万不要用人情 有人说 天下最难算的账是人情账 因为欠下人情的一方 不管怎么还 都很难还清 倒不如 直接用金钱去解决 更来的干脆直接 过度消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到最后 人情也会变得廉价 二十 在利益面前 感情不值一提 再深的感情 似乎只要涉及到利益 都会变得脆弱不堪 其实 我们只不过是忘了 人与人之间的很多感情 本就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没有了共同利益 或是利益发生了冲突 感情自然也就消失了 特别喜欢一句话 人生如棋局 能拾局者生 善破局者存 掌全局者赢 在人生这盘棋局里 你周围的棋子越多 你的路就越难走 只有窥破棋局中的玄机和暗藏的规则 你才不会被淘汰出局 希望以上二十条潜规则 能帮助你获得先机 步步破局 愿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做自己人生的掌局者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